花蓮县服务了完备花蓮县历史严格记录 今年启动第四次花蓮县制转修作业 而27号上午县长徐真卫立委复昆奇 特地参加由东华大学举办的 续修花蓮县制研讨会议 希望为花蓮20多年来的改变 留下多元丰饶的记录 县长徐真卫表示 续编工程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必须记录过去20年间 花蓮县各方各面的观察与变化 是相当重要的工作 县长也非常感谢吴冠宏院长愿意承担起 这实测县制的续编工程 也感谢专家学者 以及在地居民各界代表的共同参与 我想这已经跨了将近一代甚至两代 那另外在10岁的时候 他看到花蓮县 以及50岁70岁 他看到花蓮县的角度 其实这一代都不一样 所以如何透过我们的分组 以及如何透过我们专家学者 无论是从这个生长在花蓮的专家学者 或者是在外地看到花蓮的 这个20年的蜕变里面 有哪一些 我想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大 而且非常严肃的这个课题 立委傅昆杰表示 这20年间花蓮县历经风起盈涌 后山的蜕变 路程一路走来 深剧挑战也非常艰辛 希望透过这次的县制编撰 能够让大家一同见证 花蓮的20年来发展与转变 苏花蓮县历经风起盈楼 我们到台北的抗争 苏花蓮 苏花蓮 从全国的学界把它定位为毒蛇猛兽 而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逻辑 加注在这条道路上 给了花蓮县区人民很大的伤害 一直到苏花蓮县设计后 所有反对的人都是从这条路上 能够带给我们后山的乡亲 多少人民的安全 以及多少反驾的顺利 到现在苏花鞋也正式把它定位 而且要来推动要动工 我想交通建设一直都是后山的痛 也是有人类社会隐瞞 没有交通 不用谈产业 又不用谈地方的发展 县长徐政卫相当重视 此次的续修工作 期盼透过续修花蓮县制 深化花蓮在地居民与土地的连结 提倡重要历史文化的保存记录工作 由县府洗手国立东华大学 专业的编撰团队 一同为花蓮20年来的改变 留下多元富饶的记录 记者凌桀 收锋箱采访报道 找这里十分之后 锋箱采访报道